都很焦虑 我学生计划被打乱 我学生家长也很焦虑 我们甚至都要给他们开一个 免费的公益课程 叫做反焦虑家长营 学生家长还都超级英识 都是什么CEO企业高管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们能看到我们教育界 最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 一个还在为租房发售的青年教师 给一群亿万富豪 普及如何可活人生中的焦虑 感觉在那么一个小小的课堂里 整个阶层都开始融合了 那课上呢 上出一种我给泰森示范防身技巧的感觉 我还问呢 我说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课程呢 家长说童老师您有所不知 这个走向成功 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书都善不下 大家说是不是 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 因为我从小学也就非常的坎坷 我小时候最大的焦虑 就是我有特别严重的注意力缺陷 现在也叫ADHD 我不知道大家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听响 但是思绪不受控制 将它飘散到九霄云脉 老师当年在台上讲了 狐家狐卑的预言故事 我在底下永远忍不住幻想 我想了狐狸带着老虎 大摇大摆走到森林里 其他小动物都吓坏了 纷纷逃窜 只有那个大象不为所动 狐狸跟老虎解释 说这哥们得夺沉 想跑天跑不动 老虎心想说 是 这得夺沉 想跑天跑不动 旁边打猎路过了曹冲 兴致勃勃勃 说 嘿 我倒要撑撑 这个大象有毒蛇 伐木造船 刚推到海上 准备开始冲 薄剑又掉水里了 左 狐狸说是这儿掉 起来 底下窜出一个精灵 说你掉的是这把木头的 还是猪 等我缓过神来 台上站的已经是数学老师了 我们班主任也很焦虑 把我和我妈都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木南这个知识都学杂了 中国也就这么点预言故事 被的祸祸也是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注意力缺陷 这个病因很复杂 你得找 找 找 找到了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你说是不是啊 木南妈妈 我妈一个机灵 所以抱歉老师 您刚才说了什么 老师在那儿说来也巧 找着了 你还早点找呢 你还挂什么号 我都给你确诊了 当我注意力真的缺陷到一定程度 我发现我已经可以以毒攻毒 用幻想来质疑我自己的焦虑了 生物课上我看着那个进化论 我想如果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早最早被进化出来的那个人 我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么焦虑 我绝对不可能 我看着那儿说昨天增木齐火只需要八分半 今天的表现好像不如昨天 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焦虑的 因为我光想想我变成了一个人 我就足够开心了 我一口气干到了生物量的最顶端 那是什么样的阶层跃迁啊 让我们留情童木男表演最高难度的街舞 直立行走 白白不带一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真的超级开心能来参加这次西尔顿的活动 制作人老师还让我在这儿谈一谈 就是我入住西尔顿的感想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我其实从小大大对于西尔顿更多的是幻想 一直没有机会 很难就是有机会能够入住到这里 我跟西尔顿的关系 特别像是我跟我暗恋女同学的关系 就不是你请我愿 而是一厢情愿 但是也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跟我妈说 我这一次要来参加西尔顿的活动 我妈都很震慑 她说怎么 他们都开始做青年旅店了 说不愧是西尔顿 真敢下沉 都不知道你这个经济水平的用户了 其实我今天特别没想把它当作是一个 就特别纯粹的一种商业上的活动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真的第一次入住西尔顿的体验 那是我教学行业还没有覆灭的时候 我之前是做英语培训老师的 是教的是美国高考 我要经常和学生去美国参加考试 我学生有超级有钱 他们有钱到就一双袜子 都两千多块钱一双 我当时特别震慑 就颠覆了我完全的所有的那种价值体系 我能理解就一个包两千多块钱 什么一双鞋两千多块钱 但是一双袜子 我说怎么 你把雕穿脚上了吗 然后也是因为我学生 我才有机会住到西尔顿酒店 因为我学生住酒店 一定要住西尔顿 他特别讲究生活的品质 他觉得就是住在西尔顿的三十层 俯瞰整个纽约 做起题来才有感觉 我第一次听我很气愤 我说怎么 你是做题啊 还是蹦极啊 然后我说 你如果说你足够用心 哪怕像老师一样 住在快捷酒店里 一样能够学好 我学生豁然开朗 说老师 本来也想给您 也订到西尔顿的 说让您正好给我讲讲 我语法的难题 但没想到您境界这么高 我都说 我说那个 是老师冒昧了 老师虽然境界高 但是老师更想住得高啊 老师现在办理入住 还来得及嘛 我说还什么语法的难题 语法的题再难 能有住进西尔顿难吗 我说你只是书本上的难题 老师这是人生的难题 然后其实就是我也是在那次 我才体会到了西尔顿 无微不至的服务 那是考试的前夜 我学生就是换隐形眼镜的时候 竟然把他那个日抛的 那个隐形眼镜 掉进了咱们那个洗手池的水槽里 就你知道那个水 你知道概率有多低吗 就因为那个水槽 上面是有一个盖的 它需要九曲十八温 然后以一个一想不度的角度 才能够掉进那不到五毫米的 那个缝隙里 但是就是掉进去了 就是那个缝隙小到 你就算想把隐形眼镜搁进去 你对 拿一个镊子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那个 那个前台的服务人员说 说我们的隐形眼镜 现在掉进去 我们都说那个隐形眼镜 contact lens is in a terrible hole 然后你服务员听了本天 他就说 wow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我们真的很着急 因为我学生近视是900度 如果第二天没有那个隐形眼镜 我学生做阅读理解 可能得靠文 文箱实题 然后但是 那个时候是晚上的11点半 只过了五分钟 希尔顿就给我们派来了一个 特别壮硕的管道维修工 他把那洗手台给拆了 然后把那个隐形眼镜片给取出来了 他捏的那个小小的镜片 我学生觉得 就整个人生都被大哥给拿捏了 他们说 是不是这个是你的隐形眼镜吗 我学生感动得崩溃了 说这岂止是隐形眼镜啊 It is my college degree 太好了 至今我都对那个时刻 记忆有些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没有想到一场疫情 竟然会让我 我学生 还有希尔顿酒店 同时陷入困境 而且我们自救的方式都差不多 都是用直播 我学生有一次 直播上着课 一个上滑 是我在直播里讲的脱口秀 又一个上滑 是希尔顿的大厨 直播在线煲汤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外卖的服务 我负责搞校 希尔顿负责夜宵 你感觉就是数年之后又穿越了时空 我们又通过直播又重新连接在了一起 我学生都感叹 说 时光荏苒 还是这么周到 如今呢 其实我学生是考上了 就是纽约大学 然后我也 就是特别荣幸 能够在今天来参加希尔顿这一次直播的活动 我还跟我学生说呢 我说你要是不留学就好了 这样咱们就能够在今天又在希尔顿相聚了 我学生说他能来呀 他考上的就是咱们上海的纽约大学 真是巧 所以在新的一年 我们都期待和希尔顿开启新期待 谢谢大家 我是童骨男 谢谢大家 大家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老无所依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球行业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弹总一起喝酒 弹总会永远问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朋友们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说你了解我们公司的这个夜生活和久文化 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到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它有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衰老的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拨人比那拨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这不可能平衡的 你不能说我这边还自力更生了 他们这边已经瘫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床养老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瘫你就都瘫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瘫就护空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都手拉着手 三二一一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两个人瘫了 两个人没瘫 那没瘫哪是怎么着 每天做饭啊 躺那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仨 我这白天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的线给平上了 你这不敢想 181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是徐慧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童大爷又在那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着个小牛排 但总摊在那 几分啦 这么说 我也想过就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就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能够给我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是种 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那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到人家 你爸发来的微信 你爸发来的微信 据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你看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早成亲人了 你也叫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某男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你玩当 我说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我说宝贝 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会儿 前一会儿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就是90后 说你们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 深得我心 那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 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得对呀 就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那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说 你思路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你不敢生 孩子养你 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道理 就是孩子 怎么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轰着手就来呀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 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叼在嘴里 没有一声啤哭 啪了一口吐地上 只是我鼻梁 你省着点花 不过幻想 终归是幻想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大家好 这比赛压力还真是挺大的 我现在都要去听 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了 你知道那个正念冥想吗 就是让你那个盘着腿 坐在那 然后打坐一个悠扬的音乐 一个磁性的声音 倾听你的呼吸 就那个 但我发现有一个悖论 就是你越焦虑 你耐心也越差 我现在听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 我都要三倍速 就没有那个耐性了 我说你一到时候说话 想说不定赶紧的安慰我 放这个音乐 你能不能买个会员 你偏头水给我跳过去 我现在听的版本 跟你们都不太一样 你们听的是 放松你的神经 我背速之后 我听一锐 我听一说唱 放松你的神经 打开你的心灵 此刻你会再是你自己 是吃上边的蜻蜓 没有耐性了 我很久都没有完整的 读完过一本书了 你们还阅读吗 我都是去听那个 三分钟带你读完 百年孤独 这就是咱们这个时代的福利 我感觉颠覆所有说书行业 说书现在有这么个效率 这芒果成什么样 台底也糖糊了 再吃了一半 他也拍板 好 随堂演绎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15分钟 是咱们这个四大名著的串烧 而且我也大概了解 全国每年能够读完 百年孤独的 也没有多少人 但那个视频的播放量 126万 我感觉马尔克斯知道 都得气着穿越回来 好小子 你概括能力挺强啊 我这一百年的孤独 你三分钟你给我解读完了 跑去拍摆他的肩膀上 马老 您也别着急 我这还开了二杯素呢 他三分钟解读他的 我一分半吸收了 而且您也没什么可不平衡的 短视频的时代 不服 您也可以拍啊 这自我介绍稿 我都给您写好了 我是拉美的 拉美哥伦比亚的 我们西班牙语这么说 孤独叫做solo 尤其是这一句啊 注意一个字不许错 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 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补充营养也能二倍速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一分钟 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 也是咱们马老的作品啊 纽约时报评价为 全人类最伟大的爱情小说 就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恋 一分钟也给你解读完了 我感觉就在这么一个时代 我概括您的能力 现在也很强啊 我感觉我都不用一分钟 我用一个感叹词 就能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啊 霍 读完了 挺好嘛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嗯 有时候我真的感觉 会不会咱们身边进步最快的 很有可能就是这帮短视频的博主 因为你想啊 书是他替咱们读的 电影是他替咱们看的 祖国大好河山 他替咱们去的 恨不得波比跳 他在家里替咱们蹦的 云体验的时代嘛 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了 游跟红健身操最火的那会儿 我也是拿着包薯片对着电脑 你这核心得收紧 还有那什么mbti 就测那个16型人格 就需要用那个东西来替咱们了解自己 了解别人 其实我就捋了一遍那个16个人格 我就感觉有那么点不靠谱 因为有时候你这性格测试 你不能说测出来的所有人都是好人 你这测出人性中的缺陷 不是说你是守护者 他是倡导者 有能耐 你把那家暴狂你给我测出来 你就出一个结果 您是全球只有1.5%的控制狂加家暴狂 快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还有每一种人格都有自己的那种历史人物 玛丽联盟录 爱迪生 比尔盖茨 我说你给比尔盖茨做题了 他在那开着董事会呢 你敲敲门 忙着呢 此 我这有126道选择题 比尔盖茨忍着怒气 要么做完了 你晃着那结果 说出来您都不敢信 您竟然是个企业家 这也不巧了吗 坦实讲 坦实讲 其实我也老感觉 我自己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我经常幻想自己老太隆中的样子 到时候我去看病 医生满脸的不耐烦 说交了多少次了 还是不会用元宇宙挂号 医生都是10后15后 说啥我也听不懂 在我病例本上 写上大大的DHS 我心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一瞪眼 多喝水 看不懂啊 我躺手术室里了 大夫不慌不忙 点开了三分钟 教你学会心脏搭桥 大爷 别着急 我一分半就能吸收 这俩我崇布兰 谢谢大家